中国太平保险 当全球再次走到十字路口 面对西方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 东西方的对抗 二次大报告明确指出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好 今天晚上凤凰全球连线 在中共二次大新闻中心现场 有驻北京记者霍维伟 带来他在大会现场采访的观察 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 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亦山 以及在埃及开罗现场 邀请到埃及出版人 兼汉学家艾哈迈德·塞伊德 我们将会通过 他们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 讲述外国人眼中 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文明的理解 共化十年巨变 首先来看刘四号的追踪报道 10月16号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中国的二十大时间就此开启 连日来 全国各地各部门以及各行各业的业会代表 围绕着多项重要议程进行审议讨论 多个部委机关也召开了多场记者会与集体采访 介绍解读中国在现代化建设 民生进步 科技创新 法治建设 对外开放合作 以及外交等全方位取得的成就和未来规划 其中在二十号举行的第四场记者招待会上 中国外交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马昭旭 在介绍十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历史成就时表示 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日益完善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也得到有利维护 他指出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显著提升 成为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共同发展的中流砥柱 在当前全球复杂局势和影响相互叠加 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 中国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和对外开放的态度 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间 中国贸易总额增速达56.8% 中国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从4.4万亿美元增至6.9万亿美元 全球排名第一 此外 中国十年来实际使用外资突破到1.15万亿元 增长62.9% 并与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与自贸伙伴贸易额占贸易总额比重提升至35%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引领推动下 构建人民共同体从国别到地区 从双边到多边 在各领域各个方向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文件 而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与东南亚和中东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区的基建和经贸等多领域合作 即便在全球疫情冲击下 已依然展现出强大韧性与活力 中老铁路 亚万高铁 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以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典范的中非合作 为当地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 带来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升级 释放出全新的发展动力 中国十年间对外合作带来了哪些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加速沿线国家发展 海外人士如何看待中国十年外交成就 共会蓝图 共创未来 好 确实啊 过去十年 中国稳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到底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积极的意义 今天请出北京外交事务记者霍卫伟 还有马来西亚朋友和埃及朋友 一起聊一聊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 好 首先连线的是正在二十大新闻中心 现场采访的记者霍卫伟 卫伟 我们知道二十大马上就要闭幕了 这几天的大会都有哪些亮点 给你留下怎样的影响 好的 杨叔确实二十大将会 在明天上午举行一个闭幕会 七天的日程将会画上一个句号 确实回顾这几天时间当中 刚刚片子眼当中也提到了 我们在新闻中心确实是非常繁忙 五加五 所谓就是五场记者招待会 还有五场集体采访 整个的行程安排还是比较紧凑的 虽然说现在的话 整个新闻中心可能比较安静一些 是因为大家都已经完成核酸检测 准备着明天早上的闭幕会的相关报道 而在之前如果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整个新闻中心还是沸腾的 因为很多的采访这个时候 或许刚刚结束 大家还在发稿的情况 确实在这几天当中 大家都在讨论不仅是刚刚片子当中看到的 外交角度 生态环保角度等等 不同的角度在进行解析 其实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的话 还是我手中的这份七十二页的报告 二十大大报告内容的话 有十五个部分组成 十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当然是要回顾十九大以来的五年 以及过去十八大以来的十年的一个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情况 但是更大的篇幅 十四章节的内容主要讲的是什么内容 那就是下一阶段的建设和发展规划的部分 其中明确的就谈到了 中国共产党下一阶段的中心任务 就是通过要建成一个全面现代化国家 来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所以说大家这几天在高评词当中看到了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 要用中国式的现代化去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这是这次党代会 也就是二十大报告当中 非常明确的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的主要任务和中心任务是什么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确实需要各方面的一个部署和安排 第一当然是思想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的安排和准备的话 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其他方面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 它包括几个主要的特征 第一个是人口巨大 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第二个需要的是共同富裕 第三个物质为民和精神为民相协调 第四个那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要达成这些目的的话 那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第一个思想准备工作 我刚刚讲到了 第二个接下来包括新的发展理念 要落实绿色生态共生的这样发展理念 包括共同富裕 如何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实现共同富裕 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些内容 包括党的建设 该如何去从严治党实现 更公平正义 培养一个高素质的队伍团队 这些都是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所做的一个部署安排 包括法治治国 依法治国 党的建设 中国的外交 军队建设等等 这都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 中国是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这个目标来确定的 这可以说可以整体了 来概括这一次 党代会的最中心的任务 和特点和特征 最中心的内涵是什么 杨树 好的 非常谢谢维维 来自二十大新闻中心现场 带来的观察报道 好 确实啊 就像维维所说的 这个二十大报告 不仅关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目标 然后也对中国和未来世界的关系 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所以全球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外国人对于这一次 二十大有怎样的一个关注点 在埃及现场 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埃及出版人兼汉学家 艾哈迈德塞易德 他有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字 叫白星 白星 你好 很高兴你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当下中国二十大正在召开 我们想知道您关注的点是什么 您对二十大的成果有怎样的期待 其实每一次任何一个国内的 比较大的活动 然后谢谢习主席要讲话 我都会认真的听 因为我很享受他讲话的道理和内容 因为他一直在表达一个中国的模式 中国的传统的文化 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和他自己的系组系的思想 在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的 在这个新时代 所以我喜欢 就是我最关注的在二十大里面 他刚开始讲的文化自信 另外一个是世界的和平 他每一次提一个新的诚意 我觉得他对世界带来了很多很多 好处带来了很多希望 你知道最近十几年 从以前的苏联 就是揭开了以后 揭散了以后 世界只有一个老大 就是美国 然后他把自己当世界的警察 他想惩罚谁就惩罚谁 他对谁好就对谁好 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 对中国的希望太大了 因为它是唯一的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固定的文化和经济交建 能改变这个世界的状态 让它慢慢就变成一个多元化的 所以我在二十大里面 我想看到的结果就是 中国怎么做到这个自信的文化 和世界的去讲中国的故事 这是一面 另外一个就是世界的这个和平 第三个就是 中国怎么会更加努力实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涉及到了我自己一个人 和我家人 和我这个国家 因为我们都是人类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在他自己的国家 搞自己的共产党的一个会 然后他讲的是人类的共同点 那我就对这个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好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你真实的这个感受 听到了你的核心信息 就是说在你看来 我们需要一个多元化的一个世界 因为战后的国际体系 是美国建立的 他说了算 然而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提供了自己的智慧和方案 也让很多人看到了 另外一种不同的选择 好 在马来西亚现场 也为您请到的是 马来西亚的太平洋研究中心 首席顾问胡一山先生 来谈谈他的感想 我们知道就是过去十年 其实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 中国的GDP 从过去的54万亿 跃升到114万亿 我想知道在您看来 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成就 有怎样的世界意义 你们看这个二十大顾名思义 是共产党的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那么中国共产党 它的立党肯定是为民的 所以刚才所说到的 这个共同富裕这个主题 我认为是特别的切题的 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几年的 这个经济的快速的这个增长呢 它的这个成效 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那是如何把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成果呢 使到中国最多数的这个民众都能够享用到 它越来越好的这种生活品质 我想这个也是未来 这个中共以及中共所领导下的中国 所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机翼 以及这个挑战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看到这个 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呢 我想中共已经为它未来几年 想要更好的发展着共同富裕呢 其实已经做了一些工程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在发展经济之余呢 要注重比如说人与这个自然的 这个共同的这种生存 那么在发展经济之余 不要忘了也对环境的这个保护 要非常注重 我是亲眼目睹以前十几年前 看到那时候的中国的这种 比如说空气污染啊 水源污染的情况 我亲眼目睹它的严重性的 什么紫色的天空我都看过的 可是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呢 它的对这种环境保护的这种力度呢 是这个前所未有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坦白说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速度 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可能有一点点 略微的比较慢了下来 那么有许多人说就应此唱衰中国了 坦白说 那么可是我觉得呢 其实我比如说在四五年前我已经看到这个趋势 从那时候起我也很公开的说 其实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就好像习主席所说的 因为它让中国有机会能够提升整体经济发展的这个质量 而不只是注重经济发展的这个数量 每一个国家它从发展中国家要迈入发达国家的这个行列呢 它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从量到质的一个这样的转变 而中国现在也正在进入这种这样的转变 所以未来的这几年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如何使到中国产生高质量的发展 能够与大自然共生共存的这种发展 然后最终达成的确所有的民众 所有的区域都能够共同富裕呢 我想这个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机遇 好 看来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是充满了期待 好 我们说到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是非常重要的对外战略 那其实两位所在的国家 埃及和马来西亚都是重要的沿线国家 回山先生 你能不能简单地说一下 就是从一带六位倡立提议来 这对于促进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往来 甚至是您所在的马来西亚 普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怎样的积极的影响和改变吗 我想中国跟东南亚的传统上次往来已经很频密了 这个东南亚或是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的海外的经贸合作伙伴 那么是跟比如说跟欧盟几乎是同等级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有所谓的五通 这五通里面它各种的比如说设施的联通 建更多的铁路 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 那么比如说在它的贸易的更为畅通 在资金的流通方面 我们我想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要继续努力的一点 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明星的相通方面 中国东南亚国家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交易文化的交流 要更加的拘续 好 说明星相通 我也想请教一下埃及朋友白鑫的意见 我知道您过去一直致力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流 您看来就尤其一带一路倡议提起来之后 这十年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这个交流 怎样显著的一个变化 那在阿拉伯人眼中 中国和西方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其实我一年在中国成立了我那个文化公司的时候 我感觉很难 这个路很难走 因为做文化的需要很多这个支持 然后它的经济的收入不是很高 然后一直坚持 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 到13年 习主席在9月份提出来了一带一路 我感觉他给我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属于我自己 好像他在给我一个符号 一个暗示 你可以继续这条路 然后一带一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让在这个平台上 能中国人和阿拉伯人见面 让他们的心联通在一起 让他们每一方去了解对方 我们就开始做越来越多了 所以一带一路 让阿拉伯人看到了中国 然后慢慢就看到了真正的中国 然后开始对中国有很大的友好的态度 让他们看到了这个国家和西方媒体说的完全不一样 这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是东方人 都是家庭为主 都是很努力地改造了他们的生活 把今天变得那么好 他们从很凶的历史上 到了现在这个小康社会 做得很不如你 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给你一个舞台 你在上面能讲一个故事 而这个故事它的内容本来是很丰富的 所以你能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为了好好讲这个故事 你需要一个政府在背后给你一条路 这条路对我来说就是一带一路 对阿拉伯人也是 阿拉伯人也开始意识到了 中方的模式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他不去管政治和经济 为了去利用别的国家 也不去用别的方式 想软实力为了抹掉当地的文化 而且他是想做双赢的合作 然后越来越更多的阿拉伯人了解中国 了解以后他们就是在心里里面很支持中国 慢慢就是在他们的行为 在语言里面也开始支持中国 我觉得这些都是跟着一带一路变大了 尤其是最近十年 明白 所以在您看来 这个一带一路倡议 确实是为阿拉伯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窗口 当然在背后的这个增进交流也离不开您的功劳 我们知道就是百姓您和您的团队在过去12年翻译出版了 一千多本和中国主题相关的书涵盖了方方面面 历史文化等等 您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初衷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千本有的是你直接把版权从中文卖给阿拉伯的当地的出版社 有的是你自己翻译出版 有的是你跟别的当地的出版社去合作 所以你没有想到 我从来没有 就是我要翻译中国的一百本或一百本 我想让阿拉伯人了解中国 如果阿拉伯人的设厂 出版社还有当地的情况 运行这个国家的文化能进来 然后他们能接受它 我就去做 所以你每年会发现 阿拉伯的肚子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 所以你想越来越做越好 另外一个就是学中文的人 我刚开始的时候 爱情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叫中文的 今天爱情已经有28所大学有中文系 教中文的地方已经超过了30多个地方 所以学中文的人可以当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 另外一个是中国政府在后面 他想把他真正的一面 真正的中国来讲给阿拉伯人 所以你就是变成已经做出来了 不可能说是翻译出来的 做出来了一千多本 他代表什么 这两个民族 这两个文化 一直在想见面 所以你就是把他们 给他们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你出版的东西 为了让他们更多了解 从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14年 15年 参加当地的书展 他们觉得 奇怪 中国的有那么多阿拉伯的书吗 我们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 然后慢慢变成他们意识到了你的存在 然后他们认可了你的存在 然后从18年开始以来 我记得是从19大以后 阿拉伯人开始专门到我们的展台 到我们的书店 要问有没有关于中国文学的图书 有没有关于经济发展的 有没有关于介绍共产党的 有没有再介绍习主席的 加上从16年习主席开始 做那个探测过滤症 一 二 三 每一次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看到阿拉伯人以后 他们想看其他的资料 他们要去看其他的书 所以就是变成一千多版 明白 您做的这个工作非常有益 这个出版界确实是为阿拉伯人 了解中国中国文学 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 好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聊 一会见 好 上一节我们非常荣幸地 请到了马来西亚和埃及的朋友 讲述他们眼中的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以及他们和中国的渊远 相信上半段很多观众都和我一样 非常好奇啊 白鑫 就是您的中文讲的实在太流利了 你和中国的渊远是怎么开始的 跟我们讲一下 你眼中的中国又是怎样的 其实我是22年之前 高中 毕业了以后要学大学 然后莫名其妙发现了 那个语言学院 开了一个新的书是中文书 我以前也没有听说过中国很多事情 也不太了解中国 也没有想到这个语言学了以后会怎样的未来 然后我就天标的时候就写中文 然后到最后还是来了就是中文书 然后我就进了中文书 然后慢慢开始学了以后 刚开始的时候感觉特别难 然后慢慢就适应了 然后慢慢就商应了 然后喜欢了 然后爱上了这个语言 然后我是从爱上这个中文这个语言 开始做我现在很多事情这个工作 也是因为我喜欢这种语言 我喜欢它内涵的哲学和文化和生意 然后刚开始学的时候是特别难 然后大学毕业了以后 基本上不怎么会构同说话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找一些工作 然后开始做导游 在事关里面当翻译 然后慢慢就是靠自己自学 又增加了一点 后来我去靠了那个国际导游的一个文凭 当于是一个琐事 后来我就10年到了中国 到了中国以后我就见到了真正的中国 然后找到了自己的社会 我自己的立项的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中国 然后我就在中国待了12年 00年开始学中文的时候 中国经济没有现在的那么发达 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工作 那么多的事业 所以它从头到尾都是莫名其妙的顺其自然 我就跟着这个国家已经20多年了 所以这个改革开放的一半 我就一直在跟这个国家天天在一起 好 您的贺带让我看到 就是中华文化本身都是充满魅力 它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外交 一个亮眼的名片 好 说到同样是和中国的渊源 最后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也想请马来西亚的胡先生说说 您过去来中国多少次能数得清吗 就是通过过去你和中国官员也好 商界人士打交道也好 他们给你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印象 简单谈谈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待吧 我想在过去我来了中国 可能有好几十趟 那么在这各种的交往里面 我看到中国不管是在公家的 或者是私营的各体户 各种各方面的朋友们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注重说 如何要把国家 要把社会 要把个人的家庭等等 都好好的发展起来 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一直强调 这个共同富裕这个理念 的确是希望让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 都能够富裕起来 然后也把这些富裕 可能也能够带动周边国家的这些发展 比如说我们东南亚各国 与中国也达到这种 共同富裕的这个目的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来自马来西亚和 埃杰的两位朋友先生说法 告诉我们你眼中的真实的中国 美中心期待中国 接下来经济发展 不仅造福中国 也造福全世界 好 上次今天的全球连线 谢谢收看 下周再见 你看那生房的花 来自期盼的种子 你看那风说过时 来自耕耘的浪漫 宽广的大河 来自八方汇聚的消息 奋腾向前的大将 来自高山的不语 和光同心 跌跌撞撞的摸索 和光同梦 反不顾身的坎坷 和光同城 不为生命而来 不为地鼓而去 你看那生房的花